剛才跟各位講以後會有一種題目 叫做問下列何者是純物質 下列何者是混合物 那什麼樣的東西是純物質 要真正能夠理解 要等到我們能到學期末 教完原子說 講過粒子觀點之後 你才能夠清楚的理解 什麼叫做純物質 什麼叫做混合物 現在沒有 目前來說 能夠用背 感覺的 背下來的方法知道 第一個 什麼化什麼 氧化什麼 什麼酸 什麼酸什麼的 都叫做純物質 還有一個氨 其實還有一個水 還有一個水 這個東西都叫做純物質 什麼酸 是純物質 一個例外 鹽酸例外 沒有水的硫酸叫硫酸 油脂的硫酸還是叫做硫酸 所以你給我寫硫酸當做你沒有水 純物質 鹽酸不行 鹽酸不行 鹽酸一定是加熱水的 鹽酸一定是加熱水的 所以鹽酸是所謂的混合物 氨是純物質 但是氨水是混合物 氧化什麼 氧化銅 氧化甜 氧化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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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純物質 什麼酸什麼 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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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鈣 硫酸鈣 你們這邊叫做所謂的純物質 水 純水 蒸餾水 叫純物質 色埃水 礦泉水 井水 魚水 叫做 混合物 井水就是有礦物質 就是你們買了礦泉水裡面會有礦物質 所以除了水 還有多的礦物質 還跳過來講一句 曾經有一個高中生問我說 老師事業上到底有沒有純物質 我說如果你要挑剔的時候沒有 不可能有一個東西百分之一百都是這個玩意兒 一定有一個別的雜質 因為他說哥哥騙他 哥哥要他舉出個純物質 要給他起來看幹嘛 所以他一定說沒有 你說我這邊沒有這東西 不可能有百分之一百 一點雜質都沒有的玩意兒 所以你要挑剔的時候 就沒有任何這根純物質 大概就好 大概差不多 OK 就是我們的一杯所謂的水 蒸溜水 它裡面也還是可能有一點點其他的公共 糖 糖 白糖 冰糖 方糖叫純物質 糖 白糖 冰糖 紅糖 有加色素 紅糖 黑糖會有加色素 所以它叫做混合物 叫做混合物 還有加一些其他物質 叫做混合物 OK 通常只有一個字的 通常只有一個字的 是元素 那就是純物質 那就是純物質 比如說 亥 奶 鏽 銅 巴巴巴巴 金銀 銅鐵 啦啦啦啦 那個就叫做純物質 然後純物質 OK 你可以確定它要兩種以上東西是混合物 咖啡 水跟咖啡 牛奶 豆漿 豆漿 水跟豆 水跟豆 所以它就是混合物 你確定 你確定 合金就是兩種金屬混在 它叫合金嘛 你確定它有兩種以上東西的 就叫做混合物 就叫做混合物 所以就你確定它 叫做混合物 你確定只有一個東西叫存物質 金銀銅鐵 存物質 鑽石就是碳 鑽石就是碳 就存物質 所以如果你非常sure 它只有一個東西 它叫做存物質 你非常sure 它兩個東西就叫做混合物 就是你來判斷 誰叫做存物質 誰叫做混合物的方式 OK 目前沒有交例子觀點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一個理解的方式 來認定它是存物質還是混合物 只能用一個一般的狀況 用背的方法來知道 這碗頁叫存物質 那碗頁叫做混合物